一名公司董事因为涉嫌在四年前伪造委任董事局成员的信件 今天在吉隆坡地庭面控 不过涉案的董事63岁的朱利安否认有罪 朱利安被指在2012年伪造文件 以委任一名叫做Jason Danchi Chong的华裔男子 担任一家公司的董事 不过该名华裔男子表示他从来没有同意有关的委任 朱利安是在1965年公司法令第364-2条文下被控 如果罪名成立可以被判监禁十年 或罚款250令吉或两者监失 法官同意让朱利安以5000令吉保释 并责定案件在5月6号重新过堂